各位早晨,欢迎收听神宗课 耶稣,我们唯一能求告的命 今天是12月11日 题目是《人类祸患的伟大医治者》 经文记载在启示录22章17节 圣灵和辛苦都说 来,听见的人也该说 来,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渴 我,耶稣猜见我的使者,为众教会 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 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 我是明亮的神星 圣灵和辛苦都说 来,听见的人也该说 来,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渴 记载在启示录22章16-17节 这是你的工作 将人带到生命之水的泉源 凡有真理在心中 成为活的原则 和主导影响力的人 都要向处于茂雾黑暗中的人 作活潑的见证 感谢上帝 有永活的圣灵 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然而应当传达真理 而不是闭关自首 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必须叫人知道祂 祂是要引导人 要将主的道 这份宝贵的道 当作上帝儿子的肉吃 不要有无精打采 纷纷欲碎的见证 我们不要助长怀疑 要用每一个现行 和态度加强信心 要表现我们有一位永活的救主 一种真实的属灵生活 要领受和给予 要引导正站在流沙上的人 站在稳固的盆石上 有生灵需要唤醒 很多人需要把九恩的喜乐 摘到心里面 他们犯了错 没有培养正确的品格 但是上帝要使他们 从享喜乐 就是祂受高者的喜乐 这样会给他们果效 喜乐 和圣洁的保证 是活生生的见证 要说给那些可怜 沮丧 天眉正路的人 不必绝望 每一个来到基督面前的人 都能够得到 医治和潔症 当污魂爆为生灵的时候 其实基督离我们 每个人并不远 我们若不去担罪者 即是人类祸患的伟大医治者 要去哪个呢? 约合福音六章六十八字记载 你有永生之道 凡信靠基督 并以信心产生仁爱 和洁净心灵的人 都有喜乐 耶稣说 要叫我的喜乐 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 可以满足 人非有信 又不能得上帝的喜悦 记载起《约害福音》十五章十一节 和《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 麻木的征壮已经襲击 上帝儿女熟灵的神经和肌肉 现在就醒来 不要贼意了 记载起《信咸93》 1896年9月3日 今日的信息 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我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的态度和行为 是否能够增强信心呢? 愿我们祈祷 直至所有人都呼求耶稣的命 阿们